由去年下半年起,银行纷纷削减新做按揭,尤其是转案客户的优惠,今年新批转案的数字亦大跌近一半。在转案变得无利可逃之后,仍有一些原因推动小业主转案,而一个新因素兴起,可能成为推动业主转案的新主力。 过去一零年,银行为吸引按揭客户,推出种种吸引条件,包括低息、高现金回赠,以及按揭息率挂勾的存款户口等优惠之丰厚,令一众小业主养成定期转案的习惯,高峰期转案占新批按揭的四成多。 但近一年来,自从银行削减转案客户的优惠后,新批转案中数亦大跌,最近比重已跌至新批按揭的约14%水平。 不过,在有因减少之下,每月仍有千多宗因为各种理由而出现新批转案个案。 其中一个历久常新的转案理由是折省利率。 在银行上调新做HON的利率之后,对过去几年取得银行HON的业主,的确已没有转案减息的理由,因为旧案利率大概是H加号10.3厘以下,而新批HON利率大概是H加号10.5厘。 不过,对近年已发展商案揭扣入一手物业的业主来说,在几年的案揭优惠期过后,案揭利率会上升至P至P加1,即5至6厘水平。 对此批业主来说,成功转案至银行,可令案息减至低于两厘,仍然有强烈的转案有因。 近期另一个常见的转案动机,是加案套现,过去加案套现,每每事为了筹操资金购买另一个本地物业,但近期似乎多了业主计划加案套现。 作为移民部署,英国对持有BNO港人开放入籍申请之外,多个欧洲国家也接受港人以投资移民申请入籍。 不论何总安排,都需要较充裕的资金支持,对一般中产家庭来说,要在短期内筹措数以百万元计的现金,最方便的莫过于加案,尤其是现时案息偏低,加案的成本不高,投资外国已取得入籍资格,投资所得有望抵消加案的利息支出。 多个调查显示,港人移民的意欲在近一年明显上升,而多个移民途径,均需要准备较大量的现金,而对不少中产业主来说,加案将是最简单方便的套现方法,估计未来一段时间,此类需要将继续维持,转按中数甚至可能因此出现反弹。